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孙少奇 前段时间一直有粉丝小伙伴给少奇强调要买一个玩具 叫什么呢 竹节人 吹了很多次了 今天买过来给大家播一下 这个包装完全看不到什么东西 拆开 打开包装是这个样子的 看不到人的形状 一点人的形状看不到 竹节人顾名思义就是用竹子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然后穿成了一个小人 这是一块白板 把这个绳子从这个白板拉下来 竹节拉紧 就变成了一个小人 找个板凳 放下去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用力拉 哎 竖起来了 这个小人搬了一个兵器 Ready Go 主要是下面我两个手在拉这个绳子 往前拉他就往前跑 特别像一个手拿兵器的人 这个东西应该是老一辈人来玩的玩具 那时候没有一些电子玩具 甚至在发条玩具还之前 就纯粹的是用家里的竹子 还有这种硬线 看着像皮影戏的操作 但是皮影戏是往上举的 这个是下面这两个线在拉的 灵活程度没有皮影戏那么好啊 比较简配版的玩具 用力拉了之后还有点像模像样 像是个人在打架 皮擦起来 有点废手 还有点废嗓子 这个东西呢还是有一些智慧在里面的 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小孩可能会比较喜欢玩的嘛 像我这么大的话就对这个不太感兴趣了 节能环保是真的 就是有点费嗓子 还有费胳膊费手 其余的都还好 而且大家别以为这是两个小木柜 也是我花了50块钱才买到的 不便宜50块钱也可以买一个电动玩具了 大家认为我50块钱买了这两个竹节人值不值呢 认为值得评论一认为不值得评论二 顺便帮烧鸡的视频点个赞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